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学法 断卧不做断卧的想 修宣不做修宣的想 我们再说一句粗一点 大家好懂的 就是断卧 不把断卧的事情放在心上 修宣也不把修宣的事放在心上 心是什么样 心是亲近平等 这就完全真修了 这就叫大乘佛法 我们要明白 我们居然有个身体在这个世界 就不能不做事 总得要穿鱼吃饭 做什么事 要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 而且不做相 你在修大乘 你在修修大半裂奔法 大智慧 大产丁 别人还看不出来 穿衣吃饭 但是修大产丁 修大智慧 什么产丁 不做相 恨顺忠身 随习共同 不挑我喜欢吃什么 那你们给我做什么 没有 平等 平等里头有不平等 佛经上有个例子 诸天饮食 这个诸天是预解天 四界天不要饮食 预解六层天 同样在这一个桌吃饭 每个人福报不一样 他们在一起吃的饭 放在口里的时候 味道不一样 这是什么 静随心转麻 功夫又高的人心愈清净 味道又美 同样一种味道 不一样 在初一点说 我们在一桌吃饭 酸甜苦辣 每个人也不一样 你说什么味道 你尝一口 你尝一口是你的味道 而不是我的味道 也不是他的味道 就喝一杯水 冷暖自至 没有电法 一切法 见识我法 没有电法 是佛所振着的大圆满 大自在